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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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台 大概就是市面上目前最小台的滑翔機 泡沫滑翔機 大陸講的泡沫就是保麗龍的意思 因為它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小台而已 它的型號是 KF606 KF606 沒關係我們就小小的開箱跟大家看一下 看它長怎樣 多小 小的滑翔機 一樣是左右兩個馬達 利用馬達的速度的差異 來做一個左右的旋轉 左右的轉彎 這樣子 那遙控小小的很可愛 2.4G的遙控 然後它有帶陀螺椅 這一台它有帶陀螺椅 電池 它是可以換電池的 但是電池很小顆 它的規格你如果有比較小顆的電池 你可以自己安裝 可以換電池 然後它說是可以在室內飛 但是 這個滑翔機在室內飛 可能有點困難 我們待會飛飛看 大概是這樣子 沒了 直接來看 滑翔機 KF606 應該就是非常簡單 很療癒 小台的滑翔機 大概就這樣而已 說明書 說明書 一樣有空再來看 就這樣 嘿嘿 它其實感覺 就跟黃色的泡沫機很像 就縮小版 它大概就是 黃色HL803 還是083那一台 黃色泡沫機的縮小版 兩個馬達 兩個馬達 速度有差異的時候 會可以做到那個轉彎 轉彎跟旋轉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看一下下面 它開關在這邊 打開 就等待遙控器就可以對平 關掉 那你看它的電池 電池是可以換的 電池是可以換的 那 它有一個蓋子 打開 這個電池可以換 那你要充電的話 就把這個充電器 充電線 拔掉 然後它 它有充電線 充電線 拔掉 就直接這樣充 直接這樣充 因為 這顆電池 它好像原廠有把它黏住 剛剛有試著要把它拿出來 拿不太起來啦 應該是直接把它扯下來就好了 那你家裡如果有小顆的電池 可以換這種電池來飛飛看 大概是這樣子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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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陽春 這個很像是CX10的遙控器 很像那種以前迷你機 CX10的遙控器 很陽春 它裡面是裝三顆電池 我剛剛已經裝好了 裡面是裝三顆小顆的電池 然後開關 在這邊 往上再往下 就對平了 那再來就直接可以操控它的油門 油門就決定飛機的起飛的高度 控制它的高度 然後 然後 這個 右桿的話 就是左右 轉彎 左轉彎 右轉彎 然後這兩顆的話 是微調 微調 你如果說 我們第一次飛 我們如果先把它射出去 直直的飛 它如果說偏左邊 稍微偏左邊 我們就右微調 按個幾下 那按個幾下之後 我們再往前 再飛一次 它如果又偏 稍微偏右 那我們就左邊 再按個一下或兩下 它盡量把它調到最穩定 最直的一個穩定的情況 那再來就是控制油門 跟左右轉彎 就這樣而已 那它這個HL 就是調整它的大小度 你可以左右旋轉的速度 你是要靈敏一點 還是讓它緩緩的轉彎 就是可以切換我們的高速檔 跟低速檔 那我們室內不能飛吧 這麼小 我飛飛看 打開 對皮 我就撞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真的能飛嗎 這太小了 他說可以在室內飛 這個應該是指那個禮堂 禮堂 還是說你家是豪宅 這個那麼小 沒辦法飛啦 室內沒有辦法飛啦 但是它就是很療癒 很療癒 那我們 之後我們帶去戶外 反正它就是泡沫機 玩具機的縮小版 很療癒的一台 很小台的迷你滑翔機 迷你滑翔機 好那我們有空再帶出去飛 OK 好 好 謝謝